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联网公司都会跑到那边去招一些学生 然后一般学生就是挑一挑或者拿几个offer然后就去了 就不会说是主动的跑到北京杭州深圳去面试 然后我当时也是拿了一些offer 可以说互联网公司里边所有产品经理职位的offer我都拿过遍了 然后包括微软什么的都拿过了 然后后来忽然有一天 有一个百度的一个产品经理面试我的时候 他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怎么看待小米手机呢 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后来讨论讨论 面试完了我就回家 我就自己想 其实小米手机这个东西挺不错的 或许我可以来小米这边看一看 然后后来我就主动跑到了北京这边来 那个时候就是小米刚刚开始成立不久 人还比较少 然后用了大概一天的这个时间 就是从早上 我当时还比较傻 以为这公司可能是九点钟人就比较多了 我早早就跑到这个公司里边来 结果因为十点钟上班 我还等了一个小时 然后就是从早上开始面 一直面到晚上大概六七点钟 就中午他们给我买了份盒饭 然后给我一边吃饭一边面 然后整个四五轮面下来之后 大家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对小米这个了解 也就开始慢慢的深入了 然后最后就觉得小米比较有前途 然后就加入了 然后我为什么会觉得小米会比较有前途的一家公司呢 这个可能是跟钟良的一个想法也是比较类似 就是虽然说面试 其实面试官在面试这个面试者的时候 面试者也在观察这个面试官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批面试你的人是真的是非常靠谱的 因为我是之前有过很多那个其他公司的面试经验 然后就对比嘛 这群人是非常靠谱的一群人 然后我觉得加入一个优秀的人群 就不管怎么说吧 你一个硬件生 那个工资啊 这种收入啊 我觉得是考虑不是太重要 就是加入一个优秀的人群 为自己后来的成长负责任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思路 然后呢 我就果断的加入了 当时就带着三方协议来的 我就觉得这家公司靠谱 就直接签吧 然后就正式加入小米 然后后来呢 是从2012年的1月份就开始来 这个小米开始实习 然后一直到现在大概有两年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负责的这个业务呢 是小米米Y部分的主题商店这个东西 就是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米Y 有接触过主题 有玩过主题的同学吗 还不错啊 就是你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玩主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 然后期间呢 有一次重大的变化 是被大家骂的 是的 是 收费那次呢 就是我刚刚来不久 然后当时这个决定呢 并不是说老板一拍脑袋说 我们收费吧 然后下后边就说 好收 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而是说我们从产品经理的角度也好 从这个整个业务负责这个角度来讲也好 就我们要想 整个主题的这个商店 主题为用户提供的价值是什么 用户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 为什么要换这个主题 对吧 然后后续整个主题 我们如果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主题出现的话 我们应该采用哪种机制来激励它 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各样的方案 就是我们作为产品经理的话 要想方案会比较多 第一种方案 我们出钱 我们去买 第二种方案呢 我们可能有一些激励什么措施 然后后来最终想了想 还是用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 就是你做了主题 你上传有人买 你卖的钱比较多 你这个主题就好 然后就会激励更多的这种好主题出现 然后我们是有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完整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最终才决定把这个主题这个收费 虽然是被用户骂惨了 但是呢 从现在的这个效果上来看 就是真的就是做到了 我们收费之前 主题商店 主题市场里边 是不会出现这么多优秀的主题的 那时候主题呢 就是发烧友里边 论坛里边做一做 他们出于兴趣 做几个 然后480的适配呢 720适配啊 他就不是那么在意 主题质量没有保障 然后呢 你还不能去要求它是 因为是纯粹出于兴趣的 对吧 出于一种爱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导致这个 一段时间内 只能是靠官方啊 发起这个精品主题啊 这个市场 是永远活跃不起来的 就是精品的内容 创造不出来 这个没有办法 后来这个市场机制一上之后呢 就是开始大批的这种 比较知名的这种 比较好玩的一种主题开始出现了 你如果玩比较早的话 知道那个 史前一万年啊 之类的 正能量啊 这些都是收费机制 刚一上线不久 呼呼的开始涌现出了 很多的这种精品的内容 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有一个小段子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主要是说呢 就是从一个新员工的角度来讲 怎样对一个事情要负责 在主题上线的前一天晚上 那天是周五要发包 要上线整个机制 我把我前期的准备工作 已经做的非常多了 三个月整整的和工程师一起泡在一起 把后台的这个结构啊 程序都理得很清楚 然后那天晚上呢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工程师 也都交代好了 bug什么的 就说哎 我们今天晚上解决哪些bug 明天我们就可以发包了 结果我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有一个同事 也是产品组的 产品经理 是不是 今天晚上有个好电影 我们去看吧 我一想 好像没我啥事啊 我去看个电影吧 于是我就在晚上十点钟左右 去看个电影 我说哎 我十一点半左右 我就能回来 我在陪着你们 该有bug什么的 然后呢 我看完电影之后 十一点多了 我那个同事又给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都这么晚了 回去干嘛呀 然后我就回家了 然后回家之后 就结果就出了问题 就是有一些问题 是因为我交代事情 没有交代清楚 然后我的上司 打电话 把我从被窝里叫起来 严肃的批评了我说 我的上司其实人体很nice的 但是那次呢 是非常严肃的批评了我 就说 你这个事情做的是太不对了 所有的工程师都在家里加班 为什么你作为这个产品的产品经理 你没有出现在 你应该出现在的位置上 你对这个事情就是不负责任 虽然这个 你这个bug虽然照样能修 这些产品 这些工程师会修完bug 然后回家睡觉 第二天能发包 但是他们的心里会怎么想 你作为整个东西的负责人 你这个 你跑了 然后大家在这个苦逼苦逼写代码 你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然后从此以后 每一次赶项目上线 还是什么 就是不管熬到再晚 我都会跟工程师在一起 把这个事情定完 甚至后续呢 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就是 我跟工程师熬一个通宵 把这个事情定完 然后呢 早上工程师回去睡觉了 运营人员来了 他要有一些交接的一些东西 我跟运营人员 再把这个白天在一起度过 然后到了晚上 整个事情所有结束了 我才回家睡觉 就是 这是我加入小米公司 很快就得有一个体会 就是这个可能是说 大家也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出 就是小米公司还是比较 呃 做东西还是比较快的 要求明天上线 我妈 噼里啪啦 把这个东西去做完了 呃 但是呢 这个这个里边 快呢 不光是一种 不光是一种 宣传的这种东西 实际上呢 是需要 每一个员工 每一个参与到这个产品当中的人 都要去 用心去做 用心去负责任 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呢 第二个给大家分享的段子呢 是刚才 也是那个 钟亮刚才讲的 就是他讲大的 我就给他展开嘛 然后 他说那个 小米公司是这样 这样一个风格 小米呢 就是可能不太重视 KPI 不太重视我们营业额 是怎样一个过程 他重视呢 其实自始至终 只重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做的产品 还能不能让用户 让用户去尖叫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用户用了我们的产品 还愿不愿意 推荐给他的朋友 对 他其实就重视两件事情 然后呢 在 大家发现了 这两件事情 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就是他这个产品 就是小米对产品的 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只有我们把产品做好了 才能把这个东西 口碑也好 营销也好 才能有得玩 对吧 然后呢 才能对用户产生价值 然后在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们采取了一种 跟其他的公司 不太一样的东西 就是引入了用户的参与 引入用户参与 就是论坛啊 各种微博啊 这种反馈的渠道的这种建立 但是这些呢 其实只是表象 它深含的那 更深刻的一些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小米是愿意和用户成为朋友的 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呢 就是我们现在 虽然是产品经理 不管是负责的团队有多大 或业务有多大 每一周固定一些时间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是去论坛去回帖 认为论坛那边 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朋友 我们加了好友 他们会提很多很多问题 针对我这个主题产品 每周会提一些建议 然后有一些建议的 确实是很靠谱 如果是靠谱 我们就直接惨大了 说是工程时间量 也是比较小 就做了 用户喜欢就做了 然后有一些呢 就是用户可能没想明白 他只是有个需求 然后我们就要分析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 他想做些什么 然后把这个完整的方案做出来 然后甚至呢 有的时候就是 我们有一些拿不准的地方 就是AB两个方案 我们觉得都行 那用户喜欢哪个呢 就直接发出去 用户来投个票吧 对 就我们就是在论坛里边 跟用户做这种沟通 但是呢 这个还不够 还不够的是什么呢 就我们还做了一些别的事情 就比如说 建立了各地的粉丝会 发出了俱乐部 然后呢 每一段时间 这个粉丝会俱乐部 都会举办活动 都会邀请这个 小米公司的工程师 产品经理 甚至是运营人员之类的 这些都跑到那边去参加活动 这样呢 就真的就是 让那些 呃 原来埋头 苦干和苦想的 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们 实实在在的接触到了 自己产品的用户 就比如说 我去参加一个 呃 发射手俱乐部 然后这个时候呢 呃 我讲完了之后 下面有个 坐着一个挺漂亮的小女生 拿着手机给我来说 哎 标标标你看一下 就这个 主题某个功能 哎 特别难用 我一说 好 我会去给你改 就是这种 一旦是说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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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用户之间这种 朋友关系建立了 就真的就是 朋友说句什么话 我觉得哎 挺好的 我就帮你一下 就是这种东西 营造出来之后呢 就不减 不仅 不仅仅是简简单的 为完成工作而工作了 就有一种自己 这种 怎么讲 就是呃 有一种感情的东西在里面 这种感情建立起来之后呢 你就是整个人的这种 工作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们还会根据 这种论坛里边 是 每周都会发一些新功能出去 然后呢 每周呢 就会根据论坛这个 大家的投票 来选出哪些功能 最受用户喜欢 然后在我们公司里边 给这个工程师 给这个产品经理 这个功能的这个作者 一起办个奖 就是本周 公司里边 最容易最高的容易 属于你 你为用户创造了价值 就是我们会做 一些这种好玩的小东西 有对新媒体运营之类感兴趣的吗 其实是这样的 新媒体呢 就是 基本上 小米这边划分了几个部门 就是小米网啊 米娃啊 这种几个部门 每个部门都会有一些 负责新媒体的一些 一些的同学 然后小米网的一些同学呢 主要是负责 就是把东西卖出去 然后 当然这个说的 比较直接了 完全好像比较那个啥了 然后呢 就是 他们会负责举办一些活动啊 就是这个举办活动呢 并不是说 他们完整的举办一个活动 而整个公司层面上 他们要举办一些大的活动 比如说 可能这个活动 要有一些 在小米网的有一些页面 我们产品上 可能也要做一些变化 我们PR啊 宣传 可能也有一些东西 论坛里边也要搞活动 然后那个微博里边 也要搞活动 给我空间也要搞活动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媒体上 都要有一批小团队 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们各个小团队 串在一起 一起来完成一个大活动 实际上一个过程 然后呢 米网这边 基本上也是类似的 实际上 小米有个非常 非常跟别的地方 不太一样的东西 就是他 其实没有完全去搞 市场的这种人员 没有销售人员 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采用直销的模式 就是 电商嘛 卖东西直接在网上卖 不需要人去地面推广啊 去拿着 自己店里边东西做宣传 是不用的 然后呢 我们做这种市场 销售的人员呢 一般是在小米网 小米网他们叫策划部门 对 他们叫策划部门 然后呢 就是 比如说 我们这次米粉节 我们要策划部门的同学 一起想一个活动 然后回馈用户也好啊 就是各种目的的也好 就是 大家一起 把这个方案定下来 然后小米网啊 米网啊等等 这个各个团队一起来配合 一起把这个整个团队推出去 是这样一个过程 产品你们之前看过那个 优民网之前发的一个文章吗 就是有一段是我的 就是说对产品经理呢 有这么几个要求 第一呢 就是要聪明 其实说聪明具体来讲呢 就是人家要逻辑要好 哎 那个体力好 就是他们是 那是啥 那就是逻辑要好 就是整个事情能够理得很清楚 然后跟人讨论的时候 不至于说 啊 逻辑很混乱 大家给你 根本跟你讨论不下去 不可能 然后呢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你对产品要有感觉 就是这个产品 发展成 放成这个样子和那个样子 为什么A的方案 就要比B的好 你又要把这种感觉体会出来 不光是自己做产品的过程当中 你在使用其他所有的产品当中 不管是硬件也好 软件也好 各种各样的产品 可能跟你这个东西 不相关的东西 你都要有感觉 就是产品经理嘛 就是说整个的思维方式 跟正常用户的思维方式 是有不同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瓶子 它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正常用户拿过来 拧开喝就完事了 然后呢 这个瓶子 还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 用户拧的时候会不会有痛点 为什么不好拧 比如说那个啤酒 啤酒开那个盖的时候 大家能用桌子卡一下 用筷子卡一下 为什么乐宝啤酒就想到 卡一下拽一下 那个盖就开了 这就是产品经理 思考问题的不同的视角 用户是不会想这些问题的 然后对产品要有感觉 这是第二点 体力好呢 可能是小米 对任何一个岗位 所要求的共同的特点 是这样的 就是你说 就是自己之前做的东西 和进小米想做的东西 不太一样 对吧 是 对 然后呢 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当时研究生读的是 计算机转业 我也是携带码的 码能做了六年 然后呢 后来就是跑出来做产品经理 这个时候呢 其实不管是小米来说 还是其他公司来说 都是一样的 就不会说是因为 你之前做了另一个东西 就觉得你做新东西做不了 他们还会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 就比如说 小米公司这边产品经理 要求这么两点 第一个人要聪明 第二是要产品上要有感觉 然后呢 他 我之前就是写代码 写了很多种小项目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讲 我代码写的多好 然后依次来证明 我适合做产品经理 我不能用这个思路 对吧 然后呢 我就会展现 我觉得我适合 做产品经理的地方 我会告诉他 OK 你这个岗位是产品经理 我觉得我哪些特质是适合他的 我展现出来 你觉得 我能来做这个东西吗 然后他觉得 还好 就可以来做 就比如说 具体到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 一个新的一个岗位 比如说某种语言 或者某种开发 跟你之前没有做过的 没关系 他们也有一些这种宽放性的要求 比如说人是比较聪明 人是不是能够很快的理解这个东西 那么是不是能够很快的上手 这个东西就是跟你之前做过的东西 说不太一样的了 当然你之前做过的东西 如果你整理的比较清楚 或者说能够比较好的证明自己 能够快速的学习 能够很快的把这个东西做到很完美 很极致 这是你一个很大的优势 这个不要把运营宽泛的理解成一种人 其实运营里边也细分了 各种各样的领域里边的运营 就比如说微博新媒体等等 这些运营是不同的一个部分 就是怎么去设计一项活动 让大家愿意来参与 2009年新浪微博一火之后 小米设计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运营方式 就是转发送F码 就是这个东西 不需要是说对小米手机有多了解 它能设计是这个东西来 对吧 这个具体工作当中可能是需求是不一样的 然后同时 我们有大量的论坛运营 让用户的反馈 尽快的缠拿到工程师 产品经理的耳当中 还有维护社区的关系 甚至于包括我们 MIUI上有很多内容的运营 像小米的应用商店 应用商店里边 你如果本身是对应用感兴趣 你可能对手机不感兴趣 你对应用感兴趣不要紧 你就来做应用推荐 你会每天发起很多酷玩的应用 推荐给用户来用 然后你对主题感兴趣 你可以来推荐一些主题 壁纸感兴趣 你可以去推荐很多好玩的壁纸 就是这个 怎么说 就是基于你的兴趣来出发 你总会有一个感兴趣的点 因为整个手机里边 从音乐到App到各种东西 其实覆盖了人方方面面的这些东西都有了 你肯定对某个东西挺感兴趣的 当然了他们策划部门呢 实际上也做了一些产品经理的工作 就是比如说他们要策划一个活动 整个页面啊 流程啊 这些东西他们都要去设计的 就是他们可能要身兼数值 所有的东西都要都要会搞 他们那边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呢 就是可能想的会比较多 因为营销和策划嘛 就是想点子 然后想比如说某个节日 然后或者是某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我要举办一个什么活动 我这个活动想要达成的目标是怎样的 然后呢 我哪种形式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他们群组来讨论 把这些这种思想上的东西都定义 都定义清楚了之后 大家想我去设计个页面 设计个流程啊 把这些东西都固化下来 然后呢 去工作室开发 然后一步步去推进这个东西 刚一开始呢 小米网对于页面制作啊 这些前端工程师需求比较大 后续的米外这种各种服务 都建立起来之后 米外的需求也比较大 然后基本上是这两个部门 然后一般来讲呢 就是我们是对前端工程师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 就是还是中梁刚才说的那个部分 然后就是能力比较高的人 来做一个小的事情 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优秀 然后基本上呢 如果是一个前端工程师的话 他会整个的会负责某一块业务 比如说主题这块 所有的活动啊 页面啊 我们外部端的这个改版啊 设计师站 全是一个前端工程师在负责 对 所以他自己承担的这个部分 工作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呢 整个的发展空间 我感觉就是说 怎么讲 小米没有明确的这种层级结构 我们之前说开玩笑 说小米只有两级 一级叫总裁级 一种叫员工级 当然现在可能中间有一些中间层了 叫小组长啊 leader这些东西 因为人员也大了嘛 一个副总裁 不可能同时认识四五百个人 对吧 然后中间有一些中间层级 但是对于员工的这种 整个的发展空间来说 其实是还蛮大的 就是不会说明确的说 你今天做了半年了 我给你升一个title 叫高级开发工程师 不会叫 不会这样叫 每个人都是 都是叫普通的工程师 包括你的leader 也就是普通的工程师 然后呢 就是你承担的这个责任 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做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在大家心目当中 自然而然那个威望就提升了 是这样一个东西 而且后续呢 比如说有新的产品啊 或者说有更大的东西的时候 大家觉得你这块做的东西不错 有机会你可以做一下更大的东西 是这样一个过程 有因为是这样的 这个主要是两方面来讲嘛 一部分是说用户的购买行为啊 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电商网站 一定会去做一些挖掘分析啊 改进自己的页面的一个产品啊 一定会去做的 第二方面来讲呢 就是对MIUI来讲 小米系统来讲 小米系统上面有大量的用户的操作行为 这个并不是说用户隐私的问题 就是有时候就是 浏览器里边 我们排八九个班段在这里 你点哪一个会比较好 也是帮助我们改进产品的一种东西 包括主题里边 主题里边这个 某个用户他喜欢买什么东西 然后呢 后续他会可能会对某种类体型的主题感兴趣 我会有一些数据挖掘 数据分析 做一些主题这个内容方面的推荐 这个是肯定要肯定要做的 当初呢 MIUI的最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挺隐蔽的一个民间 民间项目 所以有很多传言说 不知道这个项目是谁做的 然后呢 有很多传言大学生啊什么的 这个东西在搞 其实呢 就是雷军啊 在找了一批人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 MIUI有几大巨头 都是从那个时候 一开始就进来的 然后他们呢 就是很多大公司里边 很牛逼的这种开发高手 然后来做这个事情 那当当时好像是七八个人吧 就开始把这个事情开始做了 第一版呢 改的改的也不多 但是呢 因为当时其他的 就是当时整个的环境来说 安卓太乱了 太难看了 然后呢 就一点点的去优化他 慢慢的根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 往里边加一些中国人喜欢的一些东西 他就慢慢慢慢在这个 整个社区里边的运营起来 大家就开始慢慢喜欢他了 他们当时就根据我的那边了解来看啊 他们也没想后 从一开始他们也没去想后边做手机啊 做各种东西 没有想这么多 就是觉得他们爱手机 然后手机系统呢 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们想创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东西出来 然后后续这个东西怎么赚钱呢 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合伙人啊 投资人也问过雷军 说这个东西怎么赚钱呢 雷军说 雷军那时候提了个很刁钻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觉得你有钱还是我有钱 那个面试者 面试者说 我觉得雷总你有钱 雷总就说 你如果说我有钱 我就比你更懂的赚钱 所以这事你就别问了 后续咱能赚钱 所以慢慢就把这事做起来了 一开始没 一开始不图不图什么 就是纯粹是想创造一个 让自己高兴 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 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现在中国用户太大了 导致国外的比例会有点小了 但并不是说数量上减少了 一开始呢 我们当时是 在小米手机发布之前 应该是有至少有 500万粉丝 就社区里边刷机的这种用户 差不多有几百万吧 然后其中有很大比例的 应该至少是百万这种量级的 是国外的用户 而且在最一开始 他们就开始 就是米娃被评为国外 最受欢迎的几款ROM之一 然后呢 他们每个地方都会有粉丝 自动的去建立一些粉丝站 就是自动去维护很多 米娃英国站 米娃美国站 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跟人一样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产品也是不一样的 直接说优势劣势的话 可能是有点就是不能有优势和劣势来评价 就是他们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米娃是深度引入了用户的参与 觉得用户的需求是应该是首先去满足的 所以我们会做很多很多 就是用户一件很惊喜的这些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群发短信 弗莱蜜是不会做这种东西的 就我们做群发短信 一开始的时候 你过年过节 你给任何一个人去发一个短信 他不回你 后来我们加上名字说 刘老师 什么新年快乐 他就会回你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 没有人去发那个发短信的时候 说雷军 什么新年快乐 都会叫雷总 我们就做了一个变化 就变成了智能的这个短信 就是发现用户的一个痛点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去演变它 然后我觉得弗莱蜜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这个是两个特性上的一个区别 跟每个人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可能是有关系的 我当时就想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未来想要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第二个呢 就是我怎么来达到这个 我怎么样 怎么样达到这个我想要的生活 然后第三个 我如果想达到这个生活 我现在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就是我开始逐步的分析 我最来未来对自己的规划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去写程序 我做工程师 不是我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结果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我这个本身的一些特点也好啊 还是说产品经理的这个需求也好 跟我还是比较match的 然后就去走产品的这个路 我之前有几个朋友也来这边面过技术啊 他们的过程呢 一般就是基础方面会问一些基础上方的问题 就是可能会问一些 比如说C语言底层的一些操作啊 就看你这个人 就是学东西的时候学的是不是扎实 然后呢 技术掌握的是不是好 然后其实就可能就仅限于这几个问题 然后呢 更多的可能就是衡量 你跟这个岗位所需要的这个能力 是不是相符合的 可能是各个岗位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就比如说有一些要去做 比如说啊 做数据挖掘 那些人一定要去懂数据挖掘 他继续学习 不可能是不懂就能来做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然后呢 对sm的需求的话 其实各种技术的岗位 都是特别喜欢sm的学生 因为他们脑子比较灵活 然后呢做事情逻辑也比较好 就是acm的成绩能够代表一些 他们之前的一些能力的表现 即使是之后呢 可能是不是特别涉及算法的东西 也会喜欢这样的学生 就是我现在呢 跟我搭档的一个技术的leader呢 是小米当初MIUI的三巨头之一 就是三个元老级人物 一起把MIUI做起来 然后呢 他现在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他现在仍然是负责技术 但是已经不去负责写代码了 而且考虑问题呢 也不是去负责那种 代码结构上的考虑 和那种效率啊 空间啊 时间这些考虑 而是他们会 他会跳出来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 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 哪种方式对用户比较好 哪种方式是说得通的 然后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像 你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了 就是做技术做久了之后 不能仅仅局限于说 我把某个东西实现得特别完美 某个代码写得特别好 而是说跳出来 带有一点产品经理的这种视角 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整个的这个产品 我要解决的是用户 哪方面的需求 我觉得应该这个产品 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然后刚才那个 我们的HR也提到了 就是那个 小米这边的氛围呢 这件事非常不错的 因为大家都是硬结生 我也是硬结生之后呢 直接跑到这边来的 然后整个的这种感觉呢 就是 大家就是没有什么层级关系 就是即使是自己的menter啊 自己的导师啊什么的 就是没有什么层级关系的划分 就是在公平的 在讨论一些问题 然后呢 就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因为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 我跟同事之间 就是讨论比较密切 然后每天呢 上下班的时候 我们都是骑车回家 那个时候住个公司比较近一些 然后整个的这个 一天的工作下来 从从早上到晚上 然后呢 晚上的话 大概是我们可能是10点钟 一起骑车回家 然后就有一种感觉 是回到高中那种感觉 就是 大家在上课 上课讨论问题 然后做习题 做完习题 上晚自习 上晚自习回家 就是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当时那个 我的微博叫葫芦娃HS 然后呢 HS 大家都问 HS是什么意思 我说是high school的意思 就是我现在 整个人生的工作 我现在整个生活的这种状态 是在high school的一种状态 就是 非常自由宽松 就是在 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的一个氛围 我觉得这种氛围呢 对于一个应解生来讲 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是不会说有一些限制和局限性的东西来束缚你 而且 整个的这种人员 这种 大家的感情也好 就是有一种同事 寄朋友的感觉 因为high school 就是同学 同学之间的关系 没有那么多好说的 对吧 其实这样 就是 我之前呢 也是一特别害羞的人 真的是 跟女生说话会脸红那种的 可能我觉得很多男生都有这样一个阶段 然后呢 就是后来为什么变成这种 说话从来不打草稿 是不过脑子这种 这是不过脑子这种啊 然后就是 中间可能是有个过程的 就是 自己会慢慢的会发现呢 就是跟人 不光是做产品经理 或者说工作也好 其实在生活当中 就比如说 你接触一个人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以成相待是最合适的 就是你在心里边 你想什么 你就跟他说什么 然后呢 大家就没有什么隔阂 相互交流起来 成本也比较低 沟通起来比较顺畅 然后就 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就是 就是把内心 自己内心原来有一些想法 以前不太想 不太敢说 不太想说的东西 就 顺着这种感情 把这种感情发泄出来 宣泄出来 我觉得你们可以 后续可以试一下 对 尤其是跟小女生聊天聊多了 会 感情会发泄的更充分 就是学生时代呢 就不能是工作真的是单线程的 就是学习啊 考试啊 没别的太复杂的事情 然后呢 在工作当中呢 就是你除了会负责自己的这部分东西之外 还会有各种各样其他外边团队的这种需求进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的整个的这个县程就会瞬间爆发 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 然后刚一开始呢 我也是不太适应这种节奏 就是做事情 紧盯了这个事情就往前走了 然后忽然 坐着坐着忽然发现 昨天答应另一个人的事情忘了 怎么办呢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刚一开始自己试图去用脑子来把这个东西就该记得记住 后来发现是不行的 然后呢 就开始找一些工具来辅助 比如说日历 比如说这个ToDo 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具啊和软件 后来我们发现最好的工具是什么呢 是一张纸和一个笔 然后这是最自由和最简单的各个东西 然后呢 其实这个纸和笔呢 是说最终把这个东西实现出来和落实出来一个 把你的思想落实出来的这个过程 然后你中间呢需要去想这个事情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哪些 哪些事情比较着急 你个分门别类进行统计划分一下 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列一下 我现在三个月的目标是哪个 我在这个三个月里边 我最主要最重要的条线是什么 我把它写到纸上去 然后呢中间这个各种过程 每一个实现目标的这个小项目都进行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然后呢我这个小项目我每天都看一眼 我需要为这个小项目做些什么 然后呢我今天要不要去跟工程师沟通一下 今天要不要催一下设计师 这个事情我会把它单独作为一项列出来 然后呢就是每一项工作都这样列出来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紧急的事情 就是高优先级的直接拿到上面去把它立即完成掉 然后呢我刚一开始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种不适应的一种表现是什么 就是被人打断的次数特别多 就是我在自己做方案也好啊 就是回邮件的过程当中也好 就忽然就有很多人来找我 我说啊一个事情什么事情 我说好好聊一会儿 就聊半小时过去了 再回来再做那个方案 已经沉不下去了 然后呢后来发现其实不能这样 也就是说也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 后来首先你来找我问这个问题 好我问一下什么问题 是不是可以找别人去解决 不需要我来讨论的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 或者说不是特别紧急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发个邮件出来 大家一起在邮件里面讨论 再或者呢你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往后再推一推 是不是这个事情现在不用解决 或者五分钟之内 如果是能说清楚是不是的一件事情 然后找我帮个小忙 五分钟我就去做了 如果时间比较长 而且不是很重要 我先把我手头的这个工作做完 对我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列表 是说我我每天的工作 要往前推进到什么程度 然后我整个三个月的目标 在进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呢可能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逐步的去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方法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